接着就来说一说这个俄罗斯最近的动作 是不是也在针对或者是说呢 牵制美日的峰会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安宁文雄还在美国的时候 俄罗斯是发布了命令 从4月11号到17号要采取暂停南千岛群岛 也就是日本方面所说的这个北方四岛周边海域的无害通过权 禁止俄罗斯船机以外的船舶航行这样的一个措施 那么其实呢大家都在说说这个无害通过权到底指的是什么 其实它就是国际法规定的一种权利 允许呢所有的国家的这个船舶在不危及沿岸国家安全的情况之下 通过这个国的领海 那么在同一个时间俄罗斯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 大家就在说是不是已经跟中国商量好的 甚至有一种的大胆的猜测是说 说中国现在在东海南海有很多的问题 是不是就把北海交给了俄罗斯来进行牵制呢 对我想这个就对日本政府施压 其实无害通过权就是说海洋法有几条线 一个是领海线 就是从沿岸到这个往海外外延伸12海里 这属于这些领海 领海就等于领土 说这个沿岸国有完全的主权 那领海线再往化12海里 就一共就是说还有一个区域叫林街区 那这个林街区这个领岸国享有行政管辖权 并不是完全主权 可是有行政管辖权 那么不管是这个林街区还是这些领海之内 那么外国船只都有无害通过权 也就是说你对这个沿岸国不造成威胁 你都可以自由放行 甚至你可以使到这个12海里内 都有这个无害通过权 那现在俄罗斯就说 我把这个无害通过权 把他所有的你进来的话 就是说你这种无害通过权 也是不要申请 也不要报废 你就可以自由进出的 那现在可能就变成就是说管制了 你这些任何非本国船只都不能进来 进来你就要报准 或者说要如何有一个手续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对日本来讲的话 经济上应该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可是它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 一个施压的训练 因为日本人的梦魇就是说 有一天南清澳局长 虽然有飞弹基地 飞弹有军事基地 那整个北海道就受到极大的军事压力 因为太近 那俄罗斯它我觉得它是一步一步做 它过去常常就是说 要邀请中国的开发商 一起去开发南千岛群岛 那么开发它的 或者它的经济 因为这个岛上基本上都还蛮原始的 就是说这几个岛上没有什么经济建设 然后这些就是一些靠打鱼为生 那也没有军事基地 所以它将来可能可以走几条路 第一个就是大规模开发 引起外伤 然后就表第三个就是军事基地 所以它是一步一步来 那我觉得俄乌战争以来 几乎日本对乌克兰是一面倒 而且还给乌克兰很多的经济援助 这个日本的首相还去过这个基辅 这些对俄罗斯来讲都是非常敌意的行为 所以对俄罗斯来讲 这个国家传统有一个基本战略 他不两线作战 基本上他东线作战的时候西线 他就维持和平 可是西线会不断的警告他的潜在敌人 这你要看伊斯拉战 二斯拉战 你都非常清楚俄罗斯的国家 现在他在东线打仗 跟这个乌克兰打仗 他会随时警告一下他西线的潜在敌人 就是所以他会用这个南千岛群岛当做一个警告 跟一个牵制日本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对日本政府的警告 那也是让安全政府比较难看 因为这样子的话 日本的反对派就可以说 你这个因面倒向美国的政策 你顾此思彼 日本来讲的话 银的两个国家 一个俄罗斯一个中国 如果关系搞紧张的话 日本这个岛过的日子也过得不安稳 是 而且大家要知道距离上来说 日本距离美国有多远 而他的两个邻居 大家不要忘了旁边还有一个朝鲜 所以说对于日本来说 可能这样的一个就是邻居的威胁 是不是可以作为反对党 来攻击执政党的一个有力的筹码 那么俄罗斯的这个动作看起来 其实也是就最近嘛 我们看到跟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 这就是一个更好的佐证